水里乡 郡康村 北京坐标市地方的信仰中心 先前在先议员王秋淑以及行政院中办的协助下 争取到250万的经费来为地方做改善 日前也特别举办施工说明会 听取地方的意见 我们的鄉亲来跟秋淑提供 就是说北京的苗图 当年都有一个挑水节仪式一个活动 也做生到我们真的多鄉亲以及学校 都会来共同来参加 这个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改善 以及我们的水源的问题 所以今天秋淑就来跟我们的蔡白会执行长 来建议之后 会洞到我们的水保局 还有我们的夜明峰 夜主席 还有刘副主席 共同来参加 来跟他们间隔的设计 来做到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的一个改善 先议员王秋淑也表示 在说明会后 相关灯友也听取地方鄉亲的意见 将会针对周边环境做绿美化 以及地方的取水口来做改善 正确实以后 这个可以改善以后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周边的环境 可以越来越好 要绿美化之后 可以进入到更多游客来这 共同来参加到我们 这个挑水节的一个活动 也可以来这参拜 这个总金费总是250万 这个选出的改善是 刚刚在我们的苗屋旁边 它这个绿美化 这继承一个类似像日式的一个造景的一个活动 会在我们的上面的一个水源的地方 做一个水库 然后一个水塔 真的担在水口 可以来入水 让我们的乡亲来做一个 饮水湿源的一个活动 一个庆典 喜欢在会钢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 让地方环境更加美好 记者秋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